台湾的人工智慧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 民间科技社团也非常重视AI技术的发展 并积极和海外相关产业交流访问 6日下午在矽谷科技华商协会与豫军安排 来自台湾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在理事长林立杰率领下 于全美高科技矽谷地区与矽谷科技华商协会会长吴陈怡 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长胡立明副会长张美琴 美华半导体协会、美西玉山科技协会、中工会及科技界 学术界代表共40人于Milpides创新中心会议室 举行探讨ChatGPT科技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的展望与趋势 林立杰首先介绍该协会的近况与发展的方向 吴陈怡和胡立明也分别介绍该协会及使用ChatGPT的经验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矽谷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代表台湾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因为过去这30年台湾跟美国矽谷的密切合作 造成我们科技ID行业在全世界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今年202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人工智能开始的一年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台湾可以跟矽谷的专家密切合作 然后把这个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可以推动起来 与会嘉宾也针对ChatGPT产业在台美的现况分析 大家也感受到由ChatGPT凭借其卓越的生成能力和对话交互的能力 在多个领域展示了巨大应用潜力 参加会议人员纷纷就ChatGPT产业在台美的现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一致认识到ChatGPT凭借其卓越的生成能力和对话交互的能力 在多个领域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 透过这样的跨国交流 共同推动AI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为两地带来更大的发展潜力 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还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关系 为全球AI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